海银沙915尺的三帆一套加工人团 一个小悬挂 这边可以做一排入门的鞋柜 往上走就是长行的客饭厅 它真的很宽 一直走到尽头就是一个很大的阳台 可以放一张躺椅 在这边晒太阳也是很顺服的 露台门往前走应该再看一下整个客饭厅的长框 它这边的总长度是超过6米 摆一下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L型的厨台 工作台面一定是很够的 像这款厨房你做饭起来一定是很享受的 两个水槽 然后还有一扇大串 基本上这个厨房真的很美丽 它配置上是很够的 大壁价 这边还有一个工人的套间 对还有一个工人的洗手间 转去这边就看它三个睡房 睡房比室中心的睡房还要大 然后有个大玻璃 这边就是它的浴室 这边就是它的浴室 也是很整体 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 一进来就是它的主人房的浴室 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 有一扇大的玻璃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衣柜的位置 它在空间上的分配其实很平均 基本上每家房间都大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它整个户型就很好用了 这边是一套它放了一些家具的915尺 就像我说的它做了一个入门的鞋柜 然后一个长型的科幻厅 它放了一张椭圆形的餐台 然后沙发还有电视 这边就是它的大露台 然后往这边走 就是它的走道 这边就是它其中一个睡房 然后另外一个是额童房 这边就是它的瑞宇 这边就是它主人房 主人房一进来就是主人的套间 预示它改变了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放了一张床 飞上边一张床 还有这边做了一个小的衣柜 然后一个梳妆台 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户型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客房间很大 主人房很大 厨房很大 当然它的价钱一点也不便宜 2800万起步 你觉得开发商卖贵了吗